各位兄弟姐妹 特别是亚比圣行主教祝堂 和吴殿圣母堂的教友们 圣经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的政府已经准许 我们的教会开放 主日的弥撒 我们的王总主教 也决定了我们亚比总教 去所有的田主教的圣堂 将一起在7月12日的那个主日 重开弥撒 但是政府也规定 我们重开弥撒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弥撒 只有三分一的教友 来参加弥撒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计算 一个计算 就是说我们亚比圣行堂 我们的教堂 如果三分一的话 可以做到380个人 还有圣母堂 可以大约做到300个人 所以为了方便 所有教友能够参与的话 我们弥撒的时间 首先我们弥撒的时间 亚比圣行堂 早上7点是华语弥撒 早上10点半是英语弥撒 然后下午2点是马来文弥撒 而五点是母堂呢 早上8点英语弥撒 然后11点是华语弥撒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两座教堂的教友特别的多 每次的弥撒都有几千人 所以怎样可以使到每个教友都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个主日弥撒 我们的堂区这两个堂区现在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你们来登记获取一个出席弥撒的那一天的一个证件 然后 你的一家之主或者是丈夫的或是妻子的 可以代表你们一家人来教堂登记 然后收取那个出席弥撒的那个证件 那个证件会注明你在哪一个主日的弥撒来参加弥撒 比方说 你是第一位来 然后一直到380位 这380位的教友呢 就会来参加 第一个开放 主日开放的弥撒 然后从380日以上 可能到760这样子 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主日才参加弥撒 知道所有人都所有登记的教友都参加弥撒 可能还有机会再参加第二次可能是 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我们不知道要看到人来登记 OK 然后你拿了那个登记的时候在7月12号的时候 你带着那个所有的那个证件 一加五个人的话就五张来到我们教堂的那个 A gate那边的时候给那个我们的守门员看 他就让你进来 然后你就带着那个证件走到这个教堂门口那边 测量你的体温记录你的资料 然后你们就进教堂参加弥撒 OK 弥撒好了以后就离开教堂回家 这个不是很难的一个方法 说你们在7月2号 7月2号办公时间早上9点到11点半 然后下午2点到4点的时候 我们有一共有五个登记处 就是圣星堂的三种语文的弥撒有三个登记处 然后圣母堂的有两个登记处 根据语言 你们登记你们的 给要出席弥撒的医院 然后我们的那个员工会给你们这个弥撒的出席证 希望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尽量的公平的 让所有的教友都有机会在这一段时间 重回教堂参与弥撒 当然教会也是政府也是规定 所有7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12岁以下的小孩子 还有那些身体健康不是很好的 比方说有有癌症的或者是有这个严重糖尿病的 还有一些长期性的疾病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比较弱的 你们也不应该来出席 那免得你们受到感染 当然也很可惜的 在这一段时间呢 政府也说所有外来的教友呢 就说外国的教友 暂时还不能够来教堂参与弥撒 当然这个是以马来文弥撒为主啦 所以神父希望你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尽快的在7月2号那一天 继续的3号4号 除了星期天 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开放给登记 希望教友能够尽快来登记 获得这个出席弥撒的一个证件 然后能够在7月12日开始来教堂参与弥撒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那些不能够来 因为年龄关系 因为健康的关系 不能够在这段时间出席弥撒的教友们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直播弥撒 同样的时间 英文的星期六下午6点半 然后华文的星期天早上8点 然后马来文的星期天早上9点半 在此谢谢大家的合作 谢谢大家的通融 愿天主祝福大家